影片中提到的网站位置均在下方说明栏。 Waveshare 7.9 侧尿 CD 显示器。 到官网网站下载 Pico Replayer。 使用 Roofer 烧录制 SD 卡。 烧好 SD 卡先不要拔出。 在 Windows 下找到 SD 卡的 config.txt 档。 再到 Pico Player 7.9 寸 LCD 网站。 把框内文字复制到 config.txt 内。 回头看说明。 别忘记把 GPU MEM 等于 16 和 LCD Rotate 等于二用锦号盖掉。 因为刚才贴上的有这两行内容。 但值不同,所以要盖掉。 再找到 WPA 这个档案并以文字编辑器开启。 在这里键入你的 Wi-Fi SSID 及密码。 另存成 WPA Supplicant.conf 就可直接连 Wi-Fi 了。 拔出 SD 卡插到 Raspberry。 开始组合 Raspberry 。 开始组合 Raspberry 和 LCD 。 进出只管网站。 进出手组合器开启。 2个小型。 这是一个在拼的掣机。 我印象拼,也有一个大型的描入。 HDMI 及 USB 的接頭。 插上電源。 記住這個位置,這是等一下進入 PCP Web 的位置。 開機成功後,瀏覽器進入 PCP Web 的網址,集出限子畫面。 先選 Resize FS,掉到 200 MB 以上。 再選 Main Page, Extensions。 選 Available。 選 Nano.tcc 再 Unload。 選 Tweaks。 安裝 DriveLite,重新開機。 開機後,用 PC 開啟 WinSCP, 登入 PCP, TC, PyCore, 移到目錄 MNT, MMC BLK0P2, TCE, 按新增檔案。 檔名, DriveLite SH, 就會開啟此檔案的文字編輯器。 回到 7.9 寸官網, 將此段文字複製下來。 複製上去, 儲存。 此目錄下就多了 DriveLite SH。 按屬性, X 全打勾, 此檔案就便未可執行。 回到 PCP Web, 按 Backup。 此時, 將 LCD 按照官網說明。 按著圈起來的鈕, 5秒3次。 按過3次以後, 就再也不需執行此步驟了。 即使是重新製作 SD 卡也是跳過此步。 再回到 PCP Web, Tweaks, Drylight Autostar 射凍, 再 Backup, Reboot。 在 PC 開啟 PuTTY 並登入 PCP。 一樣 ID, TC 密碼, PiCore 注意大小寫。 回到 7.9 層官網, 將紅字複製下來。 將複製的文字貼在 PuTTY, Enter。 LCD 就出現 5 點校正, 校正它。 再 Backup Reboot。 回到 PCP Web, 將 Drylight Autostar 射凍。 Reboot。 終於出現 Drylight 畫面。 現在解析度不對, 觸控面板難以正確操作。 先插上 USB 鍵盤之類的外接輸入裝置來操作。 改為 Grid Skin, 1280 X400, 畫面就正確了。 現在可以拔掉外接鍵盤直接觸控了。 目前 Icon 在此螢幕有點太大。 將以上變更儲存於 SD 卡。 回 7.9 寸官網, 到這個網址。 將這個下載下來, 解壓縮後, 到 Drylight Lua, Applet, Pi Grid Skin, 以記事本開啟Pi Grid Skin Applet.Lua。 回到 7.9 寸官網, Step 7, 將礦內四列數值改為心值。 首先移到 64 列, 65 列, 將 100 改為 90。 另外一樣方法, 166 列, 174 改為 144。 168 列, 160 改為 130。 Save。 再到 Step 8, 開啟 Juggler Skin Applet 點錄。 一樣照著紅框內割裂的值改為心值。 直到全部改完, Save。 再到 Step 9, 到這個目錄。 找出目錄內所有 100 乘 100 像素的 icon。 在目錄內, 將每個 PNG 檔, 開啟內容, 詳細資料, 檢查尺寸是不是 100 乘 100。 如果是, 將它用小畫家開啟。 然後, 改為 90 乘 90, Save。 直到所有 100 乘 100 都改完, 很累, 但值得。 現在, 再開啟 WinSCP 並登錄。 將 PC 上整個 Pi Grid Skin 目錄 複製到 PCP 的 Home, TC 內。 再將 PC 的 Juggler Skin 目錄內的 Juggler Skin Applet 點錄, 複製到 PCP 內。 最後, 開啟 Party 並登錄。 將此紅字複製到 Party, Enter。 再將此紅字複製到 Party, Enter。 Backup, Reboot。 現在 Icon 大小比較適合長型螢幕了。 整個畫面的配置也符合長型 LCD。 到此, 算是完成顯示器設置了。 等等。 沒有中文字形。 日韓文都沒有。 先到這個網站下載 APEC.TTF。 再用 WinSCP 將 APEC.TTF 複製到 PCP 內的 MMT,MMC BLK 0P 2, TCE, Optional。 再到這網站。 將礦內文字複製下來。 回到 WinSCP。 新增一個 ReplaceFund SH 檔。 再將剛才複製的文字貼上。 Save。 再將此檔案設成可執行。 。 回到叫 ReplaceFund 網站。 紅框內複製下來。 回到 PCP Web Tweaks。 將剛才複製的文字貼於 User Command。 Save。 再 Backup Reboot。 終日文字出現了。 現在真的完成 7.9 吋螢幕設置了。 但是這個解像度Scan沒有 VU 表。 繼續研究, 但不保證弄得出來。 這個長條螢幕很不錯, 之後我會為它裝機箱, 做一台 High End 串流音樂播放器。